2031班機在雷達消失的時間 是台北時間4點33分 也就是說 董一凱發出簡訊兩分鐘之後 飛機就墜毀了 可以這麼說嗎 可以這麼說 董小姐發出簡訊的時候 飛機很在高速的作用 這種真實交官的時刻 真的是很難想像的 謝謝你 沈判長 根據我手機收到簡訊的時間 已經留走了證詞 2031班機 最近顯然是因為別的原因 董一凱是在聚集的過程中打開手機 將在生命中 最後的兩分鐘 發出他最後的簡訊 沈判長 麥律師的說法不能踩刑 他是根據一個無法肯證的推論 麥律師 你最好提出別的證據 我已經準備好了 沈判長 接下來我邀請外面航空 剛辭職的維修師 Steve Harvey來傳出他的意見 有在這裡的名單嗎 沒有 Harvey先生仍在美國 但他錄了一個短片 就在我手機裡 沈判長不管是什麼短片 沒有經過鑑定之前 我們反對當庭播放 怕什麼 難道你們心裡真的有鬼 麥律師 這是怎麼回事 你說清楚 Harvey先生一直很猶疑是否出面之爭 但就在昨天晚上 我收到他的短片 他的陳述很關鍵 那誰知道短片是不是偽造的 是否偽造看了就知道了 沈判長 這整個訴訟過程 外美航空協助飛案會調查 掌握了百分之百的資訊來源 而且選擇性的披露 對他們非常有利的證據 有些資訊連飛案會也不知道 這對林彈者家屬極不公平 這叫做資訊不對稱 沈判長 只是個短片 掌握了一遍 謝謝沈判長 為了讓大家了解一下 Steve Harvey的陳述 我做了一個簡單的翻譯 我做了一件事的事 我做了一個好感應的事 決定了解說 我所知的事 也有關鍵 我需要關鍵 我當時 我致電過程 但是 saw the crew leader said it was not a problem at all. On top of that, the top managers of my company were on the plane, so a delay take-off was not a feasible option. Whether or not the right wing engines had anything to do with this air-concraft crash, I really hope that one main airline will investigate the case without taking signs. 两个多月前,我飞了一趟美国 拜访2031机组人员的家属 以及维修榜养地勤人员 我访问了十三个家庭 都问不出什么答案 直到最后最绝望的时候 碰上了Harvey先生 他私下告诉我 幼金已经故障的讯息 这件事,外媒航空的高层都知道 却要求Harvey先生不能透露 My company asked me to keep silent about the crash so please don't push me on that no one's pressuring you just please think it over if you're willing to testify in court you'll be the hero of 253 families Mr.Harvey this is my family on the day of the plane crash I was home about to propose to my girlfriend in front of my parents I really miss them so if you please just think it over nutri you ищ horary 太多 awesome 超级 超级 sodiac Harvey先生的成组正名两点 一,外美航空掩蓋了很多內部自詢 甚至威脅員工瘋狂 好比先生因為剛辭職才願意出面指證 二,飛機之所以失事 極可能是因為誘機引擎故障的事 而絕對不是什麼手機電池波干擾 我強烈指控 外美航空早就知道 飛機失事跟誘機引擎故障的事有關 可是你們卻引人未報 還故意指控董依凱想再當他一個人 更可惡的是 你們還可以將訊息洩漏給媒體 要用輿論懲判來轉移焦點 外美航空只有一個目的 又是意圖規避失事責任 審判長,賣女士的職工毫無實證 審判長,被告這種行為 以及嚴重損及原告的權益 我必須在這裏請求審判長 把司法正義還給林難者家屬 還給他們一個公道 還給林難者家屬,應該公道 把司法正義還給林難者家屬 用法正義 用法正義 用法正義,用法正義 用法正義,用法正義 英文威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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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胡雨薇 订阅 东升创作 YouTube 跟我一起支持王牌辩护人